我們準備開始進入電磁學的階段 電跟磁要合在一起 前面叫做只有磁學 只有磁沒有電 第二個叫做電流磁效應 就是電流會生磁 叫做電流磁效應 我們講的是這位大哥 爾斯特我們前面有提過 他發現電流磁效應 其實在以前就有一些現象 比如那位偉大的富蘭克林大哥 也發現萊頓平放電之後 縫衣服的針會磁化 可是因為剛時都沒有穩定的電流 所以很難做一些研究 一直要等到福打巴尼電池之後 才比較有可能 那這位大哥發現 看圖上面 發現有一個磁針放在導線的位置會偏轉 然後發現如果導線的電流方向相反 池針的平常方向也會相反 然後呢 如果你把它從上來放下面 方向也會相反 所以他發現這些現象 然後就發表出來 然後大家要知道說 電流會產生 對池針產生作用 產生影響 我們叫做電流磁效應 那電流通過導線 周圍會產生磁場 所以就有磁力 所以就會影響磁針的偏轉 就叫做電流磁效應 那既然要產生磁場嘛 磁場就是磁力嘛 力就是一個向量嘛 有大小有方向嘛 所以你就會問說 它大小在哪裡 方向在哪裡 那國中是大小都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方向 那麼重點是 是電流磁效應 有通過電流就會產生磁力 所以只要有電流 就有磁場 那個通電的東西 不見得要是磁性物質 同導線同不是磁性物質 可是同導線通過電流 也一樣會產生磁場 也一樣會有磁效應 所以只要有電流通過 就會有磁場 那個通過電流的東西 不見得要是磁性物質 當然講什麼這問題啊 你的電流產生磁場 知道是磁力磁力有大小的方向 那請問你 那你這個電流產生磁場的大小如何 方向如何啊 那我們講過了 國中大小不重要 方向才重要 好 這位大哥 安培大哥 研究了電流磁效應之後 提出了所謂的安培定律 講大小的 安培右手定則講方向的 第一個叫做安培定律 講大小的 他又說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離會成反比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電流 蘭生的能量 分布在旁邊繞一圈的線上 那麼如果半徑越大 這個周長就越長 然後分到就會越小 所以它就會變成反比 所以它就跟距離成反比 當然電流越大 那職場會越強 所以就更電流成正比 國中就到此就可以了 最多在這邊問你 大小 正比反比而已 知道你那種題目都不多 都不多 就這樣知道就好 能電流大小成正比 跟距離成反比 重點是方向 方向叫做安培右手定則 有一個載流的長直導線 長就是沒有邊界 少掉邊界的效益 直就直直的 然後呢 伸起你的右手 翹起你的大拇指 大拇指就是直直的 就是代表電流的方向 代表電流的方向 四個手指頭彎彎的 就代表你的磁場方向 那麼所以電流 大拇指就代表電流方向 剩下的彎彎的四個手指頭 就代表叫做磁場方向 或者就是說你磁力先這樣繞 或者說磁力先這樣繞 繞一圈 磁力先這樣繞一圈 繞一圈 所以四個手指頭代表叫磁場方向 這叫做安培右手定則 長直導線 所以握住大拇指直的 就跟線一樣直的 所以直的就是電線 所以就是電流 所以大拇指代表的就是電流 剩下四個手指頭彎彎的 就是你的磁力線的形狀 就代表磁場的方向繞一圈 彎彎的 叫做安培右手定則 那這個 這一圈一圈的 你就發現原來我的磁力線 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那麼還要注意一些事情 只要是有電流就會有磁場 所以每一段 我顯示了 每一小段 有電流通過的地方都有磁場 每一小段 每一小段 有電流通過的地方都有磁場 所以它這樣是個圓柱體 有沒有 它直接是個圓柱體 一圈一圈堆出來的圓柱體 它的磁場方向 當然我們考試的時候 都通常只看一段而已 沒有看那麼多 但是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每一個有電流地方都會有磁場 這叫做 我們的電流磁效應 我們的安培右手定則 這裡就是一個 畫也是一樣 就是給你看到 我的大拇指直直的電流 然後四個手指頭彎就繞一圈 所以磁力就是彎彎的一圈一圈的同心圓 要注意 每一段有電流的地方 都會有磁場 每一個地方都會有磁場 就是用這個來給你表現 我們的安培右手定則 這是我們的重點 請記好